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小姐 那些东西已经按照你的吩咐 我找人安排好了 好 那咱们去看看吧 好啊 走 走 好棒耶 之后咱们姐妹齐心 中西医合并 共闯一家跨时代的新医馆 好 好 让开 人呐 楚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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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这怎么了 救救我爹 救不好 砸你们医馆 快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中风了 是不是血管堵住了 来 快 这边 快 好好好 没事儿 没事了 幸亏你送的及时 现在没有危险了 太好了 没想到你有两下子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 你变漂亮了 医术还这么高明 你少拍马屁了 就你刚才那个蛮横的样子 救不了还能杀了我吗 没有 我哪敢啊 我刚才不没看见你吗 而且 我爹这是老毛病了 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凭什么冲着我们阿瑶 大呼小叫的 乔这天我告诉你 别以为自己是警察局长 就了不起 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你算嘞 哪根葱啊 敢这么跟我们 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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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做讲话 你又是谁啊 我 我 看在你父亲是市长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 我跟你说 说话呢 丁香 是 是吧 上个功课 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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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怎么了 今天病人不多 你们帮忙照看一下医馆 我要跟天瑶出去采药 严海市附近哪还有什么药可采啊 你们不会是要去迷雾森林吧 对啊 那里一般很少人去 肯定有很多药材 那可不行 听说那有让人伸手不见五指的迷雾 还有许多痴人的怪物呢 好多人进去都没有回来呢 这大白天的装饰弄鬼的 哪有什么怪物还说的怪吓人呢 我们去去就会 别担心 嗯 嗯 嗯 行 前面快到了 好 你小心点 云长 你怎么那么讨厌乔振天啊 他呀 从小就黏着我 非要我给他当老婆 他这种人就是被 被他黏住就怎么都甩不掉了 特别讨厌 那你不怕 冰箱说的怪物吗 那有什么怪物啊 我是学戏意的 不怕这些啊 走吧 前面有条进路 我带你去吧 嗯 这迷雾森林还有多久才能到啊 就在前面 快了 哎 那是蓝莲花吗 嗯 对 走 哎 别去了 太远了 没事 你拉住我 嗯 拉好啊 嗯 你慢点儿 云长 脚慢点 没事 小心啊 小心 你放松点 我 啊 我 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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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怕 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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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张托伟的花 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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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这是 星辰 星辰 什么 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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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来了 来扎我呀 来扎我呀 你扎我 干嘛呀 时辰到了 赶紧 组长等着你扎胜果呢 我不去 要求你自己去吧 真有意思 我怎么能去呢 这扎胜果完全祭祀啊 继承组长之位 这是你少主的责任 我怎么能去呢 行了行了别闹了星辰 别闹了 阿虎 你说这种仪式有什么用呢 要不你看这样 你帮我扎在圣谷 当了组长 然后取悦影 我的少主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这组长还等着呢 你赶紧去吧 你不去我怎么交代啊 不行 那树林太危险了 我不想玩 再说了 这种规矩有什么用啊 阿虎 如果真让我当组长 我有一天肯定得废了这规矩 别瞎说了 我当初让你学法术 你不听 你非得学什么医术 你现在好了 你要是听了我的话 你现在过那篇树林 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呢 不跟你说了 那我回去睡觉了 你这软硬不吃呢 你走走走走 走 走 motif 你让你掉下来 你叫我 你叫他 你叫我 女士 我叫你 我叫你 留下来 你叫我 我叫你 你叫我 我叫你 恭喜族长 贺喜族长 圣国百年节一次 象征着百年一次的恩惠 如今我们终于迎来了 第一颗圣国的成熟 等星辰把圣国采回来 咱们把它制成要善 与族人共同分享 大家都能偿命百岁 大家都是脱了族长的福 请不吝点赞订阅 祖长 祭祖法事已经做完了 少主可以去采摘圣国了 星辰哪 我以免石虎带着少主 去石人树林外等候 只要少主穿过石人树林 采得圣国 那就算完成了祭祀 好 只要他能摘下圣国 我就准备让他继承我的位子 迎娶月仰 什么人 去看看 是 站住 别跑 站住 走 那边 好 站住 别跑 好 站住 快 站住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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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虎 咱们为什么非得走那个阵 绕过就不行吗 不行 你必须从这儿穿过去 才能完成祭祀仪式 才算得上神木族真正的英雄 那我不当英雄不行吗 不行 为了族人着想 必须完成任务 有道理 你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 行程 等你好消息 知道了 走吧 父亲 星辰又不会法术 为什么非要他去财圣国 他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办啊 要想继承组长之位 这一关他必须得过 去 results 不要 我 Gust要了 我想到 我要一杯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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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我通常知道 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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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附近 她过去了 她过去了 太好了 什么东西啊 你这是鸡还是鸟啊 你放开 放开 放开 我 神说青龙长路 怎么困了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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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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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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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 摔下来没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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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吃的 她自己飞进去了 真的 小偷吧 什么小偷啊 你这果子在地上 谁捡的就是谁的 这 我 你犯死罪了你知道吗 一会儿别人过来 一会儿别人过来看到你就死定了 一会儿别人过来看到你就死定了 你知道吗 一个破果子 你那么凶干嘛呀 陪你呀 陪 你拿什么陪啊 嗯 你耍我啊 金子 什么人 星辰 没事吧 没事 剩我的 你说那个果子啊 我刚刚不小心吃了 不过你别着急 我能赔给你们 真的 两 三 三 都给你 你胆敢道歉圣苦 受死吧 安护 抓住她 追 是 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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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她 是 她 是 她 她 是 她 她 她 是 她 她 Chin 她 妳 看起来的 难道这就是他们的医书 站住 再跑啊 跑就跑 你追 找到了吗 没有 大黄 老爷找到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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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天 怎么样 找到鱼儿了吗 伯父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表哥 这这这 这下边 就 就是个无底洞啊 你回去再多找点绳子 再下到深处看看 不行 我也要下去看看 快点 天快黑了 明天 明天 震天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一定要找到鱼儿 你放心 我女朋友 我一定找到 我oga点 severity 就费除了 硬盛 能做到了 你快想拆了 你都看不 overs情 哎呀 我眼前鱼嗨 你还我不离 Hus 这边没看到 出来 你是谁 你是谁 抓不到我 来 转我呀 这 这不是我的书吗 你了 你了 谁干的 自己站出来 是不是你干的 不是 不是 不是我 我懂了 腰疼 他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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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又是你啊 偷吃了我的剩果 还敢来我的坊间 胆子不小啊 那你还偷我书呢 那是我剪的 圣果也是我剪的 还想自夺理 你知不知道那个圣果 对我们神木族人有多么重要 那个神术千年一结成 百年一结果 就这么被你偷吃了 你犯了死罪你知道吗 什么死罪啊 那你要是觉得那圣果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不立个牌子啊 上面写着说 这个果子不能吃 那我又没有看到这个牌子 我怎么知道不能吃 算了 懒得跟你说 走了啊 好啊 那你走呗 反正外面到处都是吃人的树木 还有神木族的追兵 出去你肯定活不成 又不走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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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走我就走了 这显得我很没有面子的 行吧 那随便吧 我回去睡觉了 给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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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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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偷看啊 好了 你怎么弄的啊 你怎么弄的啊 不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啊 神下进屋睡睡床 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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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要为你才是不如 你是否愿意与我散步 如果我要为你遮风荡雨 你是否愿意与我相依 如果我愿意与你情色相遥 你是否愿意倒酒挣扎 如果我要为你闯荡天涯 你是否愿意等候我的轨迹 我这一生太长不知何时何地 才能够与你相遇 你是花言月貌 还是问问动人为此我默默幻想 我这一生太短不知是否有缘 才能够和你相遇 才能够和你相守 我这一生太短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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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知